是出外景嘛 我跟詹姆是去出 就是美食的外景 那必須得要吃 但因為我之前就是 我有一些沒有辦法吃的 海鮮類過敏 我就相信科學 相信醫學 我就去抽血 確實有很多人會去做 這樣後來出來的結果 來聽聽看你的結果是什麼 第一名是蟑螂 跟你有距離啊 蟑螂很奇妙 然後第二名是牧草 牧草 對 包括我為什麼會知道 是牛吃的那種牧草嗎 包括地上的草也是 我上次我之前去錄那個 外景玩很大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趴在草地上嚕 結果呢過沒大概兩分鐘 我的這邊是不是變蟑螂 腫起來 而且是那種養到 就是你就覺得好像是 幾萬根針一直擦 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你 就是很痛很痛 像針刺這樣子 因為我那時候不信 我想說我就沒有 因為我忘記不能夠 就是弄到草 所以我是整個摩擦到 然後木材也不行 然後再來就是塵蟎 塵蟎我是還蠻前面的 對 但是有另外一個檢查出來是 應該說我以前是可以吃海鮮的 但是突然呢 變成不能吃海鮮 為什麼 那你在檢測裡面沒有 還沒有對海鮮過敏 對 很奇妙是我的檢測裡面 是對海鮮沒有過敏的 但是我自己卻不能吃海鮮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醫生 為什麼會這樣 會不會是你那個海鮮吃到 是不新鮮的 你是有牙起來嗎 新鮮的也可以 但是要貴一點的才可以 所以你要吃貴一點的 就是因為在我被嚇 對 是不是 對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是心理作用 但我最近就是這一陣子 我又慢慢開始在嘗試吃一些海鮮 覺得好像越來越好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懷孕過 懷孕過體質改變 我覺得這個過敏真的很討厭 有很多就是不可 就是會突然可以取 很多也找不到原因 而且會隨著我們身體的變化 對 沒錯 小時候過敏也長大又有沒有過敏了 對啊 其實過敏源檢測它 多的大概只驗到一百多種而已 但是我們平常接觸到吃的東西 其實都是很綜合性的 有上千上萬種食材嘛 對 你可能對海鮮過敏 可是你不知道是到底是 海鮮在哪一個成分過敏 對 哪一個地方 譬如說那個海鮮它吃哪裡的飼料長大的 對 其實也會有影響 真的 不過醫師請教 那這樣子針對我們皮膚啊 這種過敏 有沒有什麼好的一個解決的辦法 首先就是保養的部分 我覺得要很注意 我們要挑一些可以保濕 然後成分盡量是單純天然的 不要太多的香味啊 或是酒精啊 香精這些東西 對 那有一些特別是去角質的 像是一些酸類的 尤其是在皮膚過敏的時候 盡量不要使用 是 對 我們 我平常都會建議 尤其是過敏發作的時候 我甚至建議我的病患 只要用清水洗臉就好了 沒錯 如果像生活的習慣呢 有沒有什麼需要改變的 生活習慣 譬如說 我們就不要接觸我們剛剛說的一些 環境中的化學物質 菸啊 香精啊 或是說像這個塵埋 我們就定期的必須要清理它 對 可以記得我們洗 然後再加烘 對 其實就有幫助 曬太陽不夠 曬太陽其實效果不是很好 殺不死 如果要曬太陽的話呢 例如說家裡可能就是沒有這些洗跟烘 我可以分享一個 就是你可以把這些的絨毛娃娃 包括我們的枕頭 我們的被套 放到一個黑色不透光的塑膠袋裡面 然後放在我們的太陽光下 照射大概兩到三個小時 塵埋就可以死掉了 再把它拍一拍 對 OK 再來還有一個 其實濕度 其實跟塵埋也有很大的關係 濕度 對 台灣相對很潮濕 真的 室內大概也許70%到80% 差不多 但是你開了除濕機 把濕度壓在40%以下的話 其實可以殺死大部分的塵埋 40% 所以要保持家裡面 大概40到50度的這個濕度 不過人在這個環境相對 會覺得很乾不舒服 就是趁家裡沒有人 或是你離開房間的時候 在開暑時期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真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過敏的話 我們首先還是用冰敷的方式 就即興起的時候是這樣嗎 對 即興起的時候 盡量冰敷 然後通風 涼爽的地方 不要再接觸剛剛遇到的環境 好 再除了這個皮膚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 也是很傷腦筋的 是支氣管過敏的殼 那這該怎麼辦呢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啊 其實我們支氣管啊 也有一些發炎物質的產生 那產生之後呢 黏膜就會腫脹 呼吸不順的話 就會產生這個上面的症狀 通常我們會遇到的就是胸悶 再來就是會咳嗽 尤其是乾咳 喉嚨覺得好癢好癢 很想要把東西咳出來 但是都沒有東西 那再來更嚴重一點 那個呼吸道真的是狹窄的話 就會有那種 咻咻的聲音 是有那種 氣到通過很狹窄的地方的那種聲音 小高頻的那種 咻咻咻咻的那種聲音 就是這個聲音 唯妙微笑 奇怪好像沒有 唯妙微笑 知氣管的過敏 我們通常也都是因為 這個環境的因素 或是一些過敏的產生 譬如說我們很常見的是抽菸 同住者有二手菸 這也是會誘發 過敏性知氣管炎 或是氣喘的因素 再來是大家必須要留意的 就是動物的毛髮 動物的皮毛 那現在其實 譬如說台北很多人會住套房 尤其套房居住的地方 跟廁所其實又連在一起 很多人又會養那個貓咪 對 其實這個全部加起來 就是一個過敏的大本營 大溫床 對 大溫床 因為空間也比較狹小 通風也可能沒有那麼好 對 所以濕度要控制好 不要太濕也不要太乾 那毛小孩的毛髮 盡量是可以跟你的床 可以分開來會最好 定期的帶牠們去而洗澡 其實都有幫助的 而且我身旁有很多 真的是愛毛小孩 愛狗狗的 對 即便牠有知氣管過敏 牠還是要讓這些動物 跟牠一起睡 而且特別是天冷的時候 還把牠爛掉起來 對 那怎麼辦 至少開個 空氣清淨機 對 所以是可以有幫助 鼻子過敏 牠過敏源部分 是不是又更多了呢 遺傳會不會啊 遺傳也會 爸媽如果有的話 小朋友幾乎剛剛講的這三種 呼吸到鼻子皮膚 應該至少會有一種才對 我們家有四個小孩 對 然後就過了過敏了兩個 然後每一天早上起來 我只要躺著對不對 對 一起來 而且是臉打 所以早上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家的鬧鐘 不是始終 是打噴嚏 而且是那種你可以那種 打到隔壁條街 都聽得到我們家在打噴嚏 就是很誇張 然後我就是因為遺傳我爸 的過程 現在也還都還沒好 我現在好很多了 剛剛醫生有講到 我覺得環境因素也會影響到 你的整體的狀況 像我現在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我搬到了北投 然後北投的環境 是非常好的環山 那我的過敏 跟我女兒的過敏 也變得比較少了 而且是真的是 很有感的緩解 可能是因為它是一塊保地吧 就是我們家呢 即便不開除濕機 也都不會濕濕的感覺 很多過敏兒來到我們家工作 他們立馬不過敏 那真的很棒 那大家應該去參觀一下 你們家那個保地 我要請到醫師 那鼻子過敏跟感冒 我們說常常會混在一起 尤其是過敏兒在這個疫情 其實非常的痛苦 很可憐 想打噴嚏 想咳嗽 都不好意思 對 忍得非常不舒服 但是像是鼻子過敏跟感冒 還是有一些些線索 可以幫助我們分別 譬如說剛剛惠基姐說的打噴嚏 連去打這種十幾次的這種噴嚏 然後或是流鼻水 鼻子很癢啊 然後眼睛很癢 這種都是比較像是過敏的症狀 那也是在特定的溫度變化 特定的環境刺激下才會有 那不過感冒呢 鼻涕它的黏稠度就會變得很稠 然後會甚至會黃黃的 對 那全身會很虛弱沒有力氣 這種才是比較像是感冒 所以還是有一點點分別的